大家好,我是紅超 今天來分享一下這個 3月1號的有獎競猜 那這一次呢 等於是 兩邊齁,兩個陣容齁 各佔了一區 那剩下三區的話 就是看哪邊,多哪裡區就會贏 像第一區的話這個是暴徒聯盟的 全部都是他們的 然後第二區的話呢 是 是呈現一個5打3的分配 但是呢,實在 不懂事齁 不懂事遇到了 帥模最強的隊伍 我覺得是很難贏啦 那希望不懂事能撐到最後 因為他要把這個 SONICA幹掉,很難了 但希望他能撐到最後 然後中尼打這個 五道齁 一定是五道贏的 然後五五五 應該會吃掉這個韓國人 齁,然後林明珍呢 打完成了 其實也是很難打齁 所以 應該是林明珍會贏齁 林明珍的隊伍 逆將沒有很強齁 但是打這個七七齁 還是 我覺得林明珍是 綽綽有餘 齁,那第二區 基本上也是帥模的齁 然後第三區 全部都是帥模的 然後像 好不容易 羊的樂器進來了 但是他遇到諸葛山 其他的話應該都是這樣子 齁,然後第四區 齁,這次是真的是 我覺得蠻劣勢的齁 主要是分配 我覺得分配起來蠻難的 呃 第四區原本是五打三 江陵晉級的 但是呢 呃 夏特跟 TG齁 分配在一起 他們應該 試情況 會 夏特會吃掉 但有可能也沒有 齁,然後平安公主跟GIA 應該是GIA會吃掉 平安公主 然後 大M 吃掉火龍小弟 或者是卡城 但我不確定 主要呢 就是看 劍底達TWN齁 TWN 因為精釘隊已經拆成兩隊了 精釘隊有一部分的人 到了大M的隊伍 所以沒有像以前那麼強 那 可能兩個人 留下來的話 都算是 好的 但基本上也是有難度 到時候看看 因為MN齁 這一次的 隊伍真的蠻強的 我希望 間諜能贏TW 因為我在裡面 但看那個態勢齁 其實有點困難 然後第五區 我覺得分配的也是很慘 第五區的話 這兩隻 我覺得差不多 然後Lucky跟愛國 留下來 然後 真紅打檸檬 真紅會贏 碰打辛西 碰會贏 應該是這樣 那分配給大家看看 其實主要的觀看重點 應該就是看 五味打天水 的情況如何 然後 財商打尹串的 情況會如何 因為這兩個 等於決定了後面的 走向 那 你看如果 如果譬如像 這個 只要不懂是贏了 基本上 這一區就贏了 然後 如果是 這個 SONICA贏了 SONICA這一區他們就贏了 他們就拿下兩區 然後 第四 那個日本區 其實很難講齁 日本區打起來 我覺得到時候也是五五波 應該不會有任何一方 有壓倒性的勝利齁 那 他們這樣拿下兩區 然後這邊也是 金丁隊如果贏了 就拿下這一區 TWN贏了就拿下這一區 一樣齁 好 但 基本上 勝率 比較低齁 可能 四六波 或者是三七波吧 比較難 好 這邊 就供大家分享齁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